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同时这也是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下面如果弟兄姐妹身体允许 请站立我们一起来听神的声音 四篇四十六篇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 因此地虽然震动 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 我们也不害怕 列邦宣扬 万国动摇 上帝一发生 地就融化 你们要住手 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宠 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宠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感恩你一路保守我们这个教会 特别是保守我们在这一段疫情当中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平安和健康 面对眼下的疫情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即将再来的征兆 但我们一直都盼望 你快快地来 快快地把你的国度带入 并全然地更新这个罪恶的世界 主啊 在公元一世纪之初 你曾向世人宣告 偏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如今 这宣告同样在我们这群人当中 我们的耳中 我们的心里回响 如今 我们这一代人 跟前几代人一样 我们蒙恩成为你的门徒 成为你神国的儿女 但主啊 有时我们也充满羞愧 天国尽了 我们有时却处于懵懂之中 我们或许依然以为你再来的时刻还相当遥远 主啊 祈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心中 升起那紧迫的呼求 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你的国度 更深刻地 体会你爱我们的心 你使得更多人 能够在你来之前 认罪悔改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警醒的心 让我们不在等候中 变得麻木 让我们呼唤 我们心中急迫的火焰 尽力把更多的人 带到主你的面前 使他们悔改信主 也使我们成圣的饥渴 能够被挑起 尽量做一个 你喜悦的门徒 天国尽了 天国尽了 这是主 你给我们邻里的铃声 这是主 你给我们行动的号角 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如此的祷告 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 阿们 下面 让我们一起 跟唱两首赞美的诗篇 用我们的心 我们的声音 来赞美 我们的神 是我的神 我要试试 呈颂你的名 你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抬起头的神 纵然愁地围绕 攻击我 在你怀中 在你怀中 逼不怕遭海 你是我的神 我所依靠的 你同在 是我全然的神 我一直以败的 我都依靠你 我须是我的神 没有 我将 amino 耶和华,祢是我的神,我要世事呈颂祢的名。 祢是我的灯魂,是我的荣耀,勇士将我抬起头的身。 祢是我的荣耀,勇士将我抬起头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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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全然的身体。 祢是我的荣耀,勇士将我抬起头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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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求祢阿爸福 舍利祢保座在这地 一笔真言看错而垂直 同主命的苦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荣耀告据祢的生命 复兴着祢却能提去我 我们会祢 祝我们同行在祢面前 祢祷告寻求祢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祢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祢 求祢来掌管全地 愿祢来怜悯祢 祢支这地 荣耀在此降临 我们不求祢阿爸福 舍利祢保座在这地 一笔真言看错而垂直 我祢肯祢rale祢 需要享受祢的生命 而儘可以祢 我们欢迎你 弟兄姐妹们 平安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 今天我们能够在线上相聚 我们还能有平安 都是我们神的保守 我们实在是感谢 赞美他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信息 是天国尽了 就如刚才弟兄的祷告 真的是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疫情肆虐的时候 当我们真知道主要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回应 今天我们就回到这个信息当中 不知道大家除了看到 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和各国抗疫的情况以外 有没有注意到 在疫情当中 天好像特别的蓝 花开得好像特别的艳 小鸟每一天在欢唱 那些已经消失 甚至像灭绝的动物 它们又回来了 这是在意大利的维尼斯 那你看到天鹅 你看到鸭子 你甚至看到海豚 那么在这个印度的街道上 甚至是听说在班福的小镇上 已经到处都是动物 整个地球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我们人类苦难的时候 仿佛在复苏 这个带给我们怎样的警醒呢 那最近我看到一篇 是西班牙的一位女士 她叫Vivin 她写了一首诗 写冠状病毒对人类 写给人类的一封信 她说她为什么要来 是因为我们听不到地球的声音声 那在森林大火的时候 我们听不到 在这个地震海啸当中 我们听不到 那么人类 营染我行我素的 在支取地球上的资源 那么满足自己的死欲 于是地球病了 地球在发烧 甚至南北极都在融化 可是人类听不见 于是冠状病毒来了 它使一切停止 那么停止之后 我们看到的 就是空气污染减少了 那水清澈了 天空变蓝了 那么我们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应该回到神面前反思 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吗 我们是在疯狂地破坏这个地球 那么如果整个地球的毁灭 带给人类的毁灭 我们能承受得了吗 所以冠状病毒来了 它是要来 还不是要毁灭我们 乃是要警告我们 是时候让我们反思 让我们毁改了 那我还留意到 现在是不管是意大利 还是巴西 还是美国 人们都在 谈一个话题 就是悔改 甚至美国 巴西 意大利 都是总统 在号召全民悔改 美国有一个传造人 叫Philip Blair 他自作蚂蚁 他说他听到上帝的声音 让他在十个城市里 呼喊人们 悔改 认罪 那么这个悔改 这个认罪 这个声音 是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回到马太福音 在三章二节和四章十七节 都记载了这同样的一句话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施洗约翰和主耶稣 当时传讲福音的时候 所说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问清楚 谁是这些话的听众 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 还是不认识的人呢 答案是犹太人 他们是认识上帝的人 所以这句话 是首先说给 我们认识主的人的 那最近我们常用的这节经文 历代至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当我们看到天必赛不下雨 蝗虫吃地出产 或者瘟疫流行的时候 谁来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呢 是这称为 耶和华名下的子民 谁来转离恶行呢 乃是耶和华的子民 要转离恶行 所以真正要认罪悔改的 是我们神家里的人 当我们真心地寻求神的时候 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这地 今天我们就求主 自己来 开启他的话语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 你借着各样的击打 你在向我们说话 你呼召我们悔改 回转 向你面前 可是就连孩子自己 当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常常想的是 是呼召那些 不信主的人 回转向你 主啊 其实你在启示录里 你已经呼召你的教会 悔改 除了那两个 合你心意的教会 五个教会的信息 都是悔改 主啊 今天就求你自己 亲自地来开启 主耶稣 你自己宣讲的这句话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求主 你向每一个人说话 求主 你自己的灵 在我们中间 自由地运行 求主 你光照我们 你医治我们 你保守我们 引领我们 回到你的面前 进入你的国度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得圣的尊名 阿们 首先 什么是天国 天国 就是上帝的国度 那在 马太福音六章里面 主耶稣 教导我们 主导文的时候 他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 行在天上 很明显的 天国 是在天上 是在高天之上 在那里 上帝 被尊从为王 他的旨意 是畅通 无阻的 所以 天国 是 天上 上帝掌权的国 那么 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 有一段 这个记载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天国的景象 那 当 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 看到异象 在异象中 他看到 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变满圣殿 其上呢 有萨拉夫 势力 那么 他们 两个翅膀 遮脸 两个翅膀 遮脚 两个翅膀 飞翔 他们彼此呼喊着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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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 充满 全地 在我们这里 我们看到 那位至圣 自尊的 君王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么 遍地 都因着他的荣光 而满了荣光 这个 就是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而势力在他周围的天使呢 他们不要自己的荣光 所以他们是遮着脸的 那么他们 也没有按照自己的主张行路 所以他们是遮着脚的 而且他们势力在主面前 唯有赞美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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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在这样的景象下 那么 以赛亚先知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说 主啊 我是 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 嘴唇不洁的民中 当我们真的看到 上帝的荣光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 他的那个荣美 那个圣洁的时候 罪人 唯一看到的 就是自己的误会 这个 就是 真的是 在主面前 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我们该有的姿态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发生了什么呢 那 一个赛拉夫 到 这个 以赛亚面前 用 烧着的炭火 粘在 他的嘴唇上 那么 他的嘴唇 没有破 但是 有一个声音 告诉他 说什么 你的罪 洁净了 那 所以 当来到我们 来到主面前 认罪洁净 主就洁净我们 接下来 先知就听到 主的声音 我能拆遣谁呢 所以 这个 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那么 进入神的国度的人 要听到神的声音 看到自己的卑微 那么 完全 听主的召唤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 天国 是上帝的国 是以上帝为王的国 是专门遵行 上帝旨意的国 那么 在这里的人 都是 完完全全 听命于上帝 那 不要自己的荣耀 不要自己的主张 那么 我们现在就 省思一下 我们 是不是 真的 知道自己是 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不是 真的 以上帝为王 我们是不是 真知晓 他在我们 生命中的 旨意是什么 如果我们 真知道 那么我们应该 怎样 度在世的 这个时光 因为 我们真正的国 在天上 那么 我们在世 只不过 是寄居者 求主 帮助我们 接下来 说 天国 进了 天国 怎么进了呢 其实 其实在主耶稣 第一次来到 世上的时候 当他 赶鬼 行异能的时候 主耶稣就说 我靠着上帝的灵 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 临到你们了 而 当时在世的人 站在这里的人 主耶稣说 你们还没有尝到死味之前 就必看见上帝的国 大有能力 临到 所以 神的国 在两千年前 主耶稣在地上 传道 赶鬼 行异能的时候 那个国度 已经临到这世界了 那么 这个国 在哪里呢 当主耶稣 要上十字架之前 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的国 不属这世界 那我的国 若属这世界的话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那而且 我们知道 圣经里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 是卧在那 恶者的手下 所以神的国 不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神的国在哪里 那 法利塞人曾经问过 主这个问题 说上帝的国 几时来到 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呢 主耶稣说 上帝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看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得在这里 看得在那里 不是 那么在哪里呢 上帝的国 就在 你们 心里 当我们祷告 说 愿 主的国临到的时候 愿你的国 降临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 真正尊主 为大的时候 那所有属主的人 就 这个 上帝的国 就在 我们中间 所以 上帝的国 在门徒中间 在门徒心里 不在世界 那么 上帝的国 将要 完全地临到 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 人子在他荣耀里 从 同着众天使 降临的时候 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要坐在 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那个时候 主要实行审判 他要 把 什么 绵羊和山羊 分别开来 那么 他要按个人所行的 来 报应个人 这就是主 再来的时候 末日审判的时候 也就是天国 完全 降临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天国已经进了 那当主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世间 传道赶鬼 行义能的时候 这个天国 已经到来 但是他不在 这个世界 他在那些 尊主 伟大的人 心间 那么主再来 当末日审判的时候 就是神的国度 完全降临的时候 那我们要 闷心自问 我们 是不是真知道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 属上帝国度的人 我们是尊主 伟大 那作为尊主 伟大 当我们面临 这样的疫情的时候 看到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疫情的时候 看到这个神的手 在击打世界 列国的时候 我们 是有恐惧 还是有期盼呢 因为这一切的景象 是在告诉我们 主再来的日子 尽了 天国尽了 我们的回应应该是 悔改 悔改 是通往天国的路 那么 主耶稣曾经 跟尼格迪姆 谈到的时候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 神的国 因为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才是灵 所以要进入神的国 必须要从水 和圣灵 而生 那好像我们 对这个很熟悉 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都说是什么 水的洗礼 代表我们悔改 那然后呢 我们是奉父子 圣灵的名 实习 那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呢 施洗约翰 曾经 跟犹太人说 我用水给你们实习 叫你们悔改 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他用什么实习呢 用圣灵 与火 给你们实习 这里看到 除了圣灵 还有火 那为什么要有火呢 火 就是炼金 那么 要悔改 要结出什么 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 相称 那还是 这个施洗约翰 他曾经 指证那些 犹太人 说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 为我们的祖宗 是所有的犹太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真的后裔吗 那么 我们看到 那些 出埃及 过红海的犹太人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绝大部分 都倒闭旷野 尽管 他们 有云柱 火柱的引力 他们 却 没有 顺服的心 那么 所以这些人 都倒闭旷野了 这个 是对我们 今日基督徒 一个最大的提醒 要结出 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 相称 那 加莱太书 五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若是靠 圣灵得生 就都靠 圣灵 行事 我们今天 多少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 圣灵的人 我们靠着圣灵的喜 我们 有主耶稣 给我们的生命 但是 我们却没有靠 圣灵行事 好多时候 我们会 不顺着圣灵行 是 反而会去 应着不悔改的心 来消灭 圣灵的感动 求主 饶恕我 那么 在悔改当中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要 舍弃自我 那 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 在这个 登山宝训里说 凡称呼我 主啊主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 唯独谁能进去呢 就是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他接着说 当那日 并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赶鬼 行义能吗 但是主耶稣说 那时候我要告诉他们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 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为什么主耶稣 称他们为 作恶的人呢 他们虽然是 传道 赶鬼 行义能了 但是他们没有 什么 遵行 天父的旨意 什么是 遵行天父的旨意呢 主耶稣 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那么当主知道 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 汗滴如雪地 在那里 精心祷告 他说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把这杯 挪去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 你的意思 那么 上十字架 面临于 天父的隔绝 所有的罪都压在他身上的 这个苦痛 连 肉身的主 都会 觉得 恐惧 但是 他宁愿 舍弃自我 他宁愿 遵行 天父的旨意 所以他说 不要照 我的意思 只要照 你的意思 所以 我们真的 每个人 都是软弱的 但是 如果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愿意 去舍弃自我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 遵行 天父的旨意 不按自己的意思走 那么 我们 要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付上代价 主耶稣 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 那个就是 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舍了他自己 所以 要干负代价 《使徒情传》里 十四章二十二节 告诉我们 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 必须 经历 许多艰难 为什么要经历艰难呢 那 雅各书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欠 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没有 主那样完全的 这个性格 那么 我们要怎么样 经历试炼 才能够 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使我们的忍耐增长 使我们 有主耶稣的品额 这就是经历 上帝让这些试炼 临到我们的原因 那么 当这样的试炼 临到的时候 我们是抱怨 还是喜乐 这个是我们的选择 当年的犹太人 在旷野中 他们抱怨了四十年 最后都倒闭旷野 不肯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 他们进入不了 应许之地 那么 今天 这个雅各书已经告诉我们 很清楚 都要以为大喜乐 以为是什么意思 就是估算 你要 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样的试炼 临到你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 主的品格 你会得到 主 他的永恒的生命 你失去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自我 当我们这样的 去盘算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真的 有试炼临到的时候 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那么 我们看到 现在的景象 我们知道 试炼时刻来到了 那 在启示录当中 第六章里面 记录了第四印 那个 什么 灰马 他的名字 叫做死 因福 也随着他 那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 四分之一的人 我不是说 今天的情况 就一定是这个 但是我想 圣经记录在这里 它对每一代的基督徒 都有试炼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瘟疫流行 东非的这个蝗虫 据说比前期 又增加了二十倍 过了一个半月 又重新繁殖了 那么现在 整个世界经济 在这个飘摇当中 我们不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已经有那么多的国家 向中国索赔 将来的情况怎样 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迎接这个试炼 那么 第四印之后 紧接着 记载了第五印 那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 就看到祭坛底下 有为上帝的道 做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那这些灵魂就说 主啊 你不为我们 生流血的冤 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就有声音说 要再忍耐骗食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被杀 满足了树木 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呢 有白衣赐给他们 白衣就是义跑 说明这些人是什么 是得胜者 那么得胜者 是要为上帝的道 做见证 而且要被杀 而且还是有树木的 所以圣经在这里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怎么做得胜者 那个得胜之道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一下 启示录七章十二节 说弟兄胜过他 是因什么 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对不起 应该是启示录十二章七节 我们再来一遍 启示录十二章七节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是借着死 败坏了那 长死权的魔鬼的主 而我们要胜过魔鬼 撒旦 靠什么胜过 除了羔羊的血 还有 我们自己 要勇于 去见证这个道 那么 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这是主 告诉我们的 得胜之道 那 我们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有好多的恐惧 我们 有很多的祈求 都是求神 来保守我们 可是 我们真明白 主让这一切试炼 临到我们 他 对我们的心意 那 主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他还说 一粒种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永远是一粒 若落在地里死了 就要结出千百颗子粒来 所以 跟从主 就是要跟从主 走十字架的路 十字架 是苦路 十字架 是通往死亡的路 只有我们甘愿舍己 甘愿去死 那么死后 就是复活 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主 对每一个门徒的护照 那说到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最近呢 这一段时间里 那我所担负的 这个十字架 所背负的十字架 实在是很重 真的是一个死的功课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自我不愿意死的时候 就积聚了很多的苦度 那么 我就把自己 封闭起来 那 不敢 和弟兄姐妹们 有更多的交流 因为怕 影响你们的生命 但是感谢主 借着这个复活节 他说我和先生 一起 能够经历到他 也谢谢王仪牧师 他所分享的 他说 不要再舔自己的伤口了 来到十字架前 去触摸主的肋旁 摸他的伤 是的 我们真的是 每一个敬虔度日 要真心跟从主的人 都会有火一样的试炼 都会有十字架的功课 当我们愿意 顺服主的时候 他就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胜 所以 过一个相死而生的生活 那么这个 你纠结的时间 越短 死掉的越快 那么 你承受的苦难 其实是被缩短的 在启示录里面 当主完成了对七个教会 这个 所说的话之后 那么在最后 主说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 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这是主 对我们 每一个属他的人 说的话 我们说我们是属主的 但是多少时候 我们是把主 放在我们的心门外 因为我们 有太多的关注 是我们的自我 我的想法 我的计划 我的自尊 我 我的利益 我的荣耀 一切都是我 主 是被我们 关在心门外的 只有我们愿意死 主 他自己才能进来 但是主 他不是要夺去 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必死的 主 是要把他 自己的生命 注入到 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那个 自我太大 主进不来 所以他在门外 敲门 主说 只要我们愿意 听见他的声音 愿意悔改 愿意开门 迎他进去 他就与我们同在 他就帮助我们得胜 而且 他要让我们 在他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 同坐王 这就是主的心意 主 在门外 叩门了 天国进了 他愿意我们 每一个 跟从他的人 都成为 得胜者 而这条路 是要付代价的 就是要悔改 就是要 尊重天父的旨意 就是要舍己 就是要 相思 而生 那么 我们该怎样回应呢 彼得后书告诉我们 主的日子 要像贼 来到一样 那日 天必有大响声 废去 有行止的 都要被烈火 消化 其地和其上的物 都要烧尽 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梦想 我们所有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所爱惜的一切 都要被烧尽 那么 我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切切 仰望 上帝的日子来到 主来的日子尽了 我们是不是 已经预备好了心 精心 自洁 迎接他呢 让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你在借着疫情 击打列国的时候 你告诉 属你的子民 你那 不可震动的国 要来到了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警醒 求你帮助我们 回转向你 求你让我们放下 自我 放下我们一切的纠结 放下我们一切的禅类 让我们单单 仰望你 让我们单单 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走上 使驾 除去那个自我 那个 取死的自我 使我们 可以单单 顺服你的旨意 顺服圣灵的导引 让我们 让我们 真的在 试炼的时候 有喜乐 有平安 因为知道 你再来的日子近了 你是要接我们 到那 永恒的国度当中去 就愿 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名 被高举 愿我们真的 能够在这个末世 成为光 成为眼 去广传福音 使那些 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能归向你 求主 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成就 你手所做的功 谢谢主 感恩赞美 奉主耶稣 得圣的尊名 阿们 感谢奈神传道 给我们讲的美好的道 让我们一起 再以一个赞美诗来回应 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我们同行在祢面前 祢祷告寻求一面 祝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掌管全地 愿你来怜悯一致彻底 荣耀在此降临 我们不求你阿爸父 胜利你保坐在这地 一笔正眼看测而坠地 奉处命的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是报告的时间 教堂内所有的团契小组祈祷会和师班排练都暂停 那我们鼓励线上会议方式 那我们周三晚上有线上的赞美祷告会 在这个新冠疫情越演越历的当下 上帝的儿女呢要拿起祷告的武器 为自己 为家人 为教会 为社区 为国家和世界守望祷告 所以呢我们诚心地邀请您来参加这个代祷的服饰 那么周三晚上呢八点到九点呢我们有一个Zoom的聚会 九点到九点半呢我们会线下的电话的结伴的祷告 那么如果你愿意来参加祷告会 或者是有特别的代祷需求的时候 请联系我778-882-3677 还有呢我们的线上小组查经仍然在进行中 如果您愿意更多的了解上帝的话语明白他的真理呢 欢迎你参加线上的小组查经 那请联系 宅牧师778-881-8177 那四到六月份我们的读经计划已经准备好 如果你需要电子版的呢请向办公室打电话 选取204-276-8250 同时呢我们呢有这个每日读经的微信群 如果你要加入微信群呢请联系我 还是那个电话778-882-3677 愿上帝每日的供应的灵粮帮助我们灵命得以成长 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从本周六开始 我们有新一期的福音班开课 那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当下呢 死亡和生命已经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 那么请您为您还为信主的亲友 为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祷告 请并请邀请他们呢来参加我们为期十周的Zoom课程 那为了方便国内的这个家人能够听到这个课程 我们特意呢把这个福音班定在周六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 也就是国内北京时间的早晨周日的早晨十一点到十二点半 我们的ZoomID是334860362 334860362 那我们的密码是373355 373355 那求主使用这个福音班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得到救恩 那十一奉献的方式呢可以电子汇款的方式进行 那请参阅奉献指南 您也可以打电话向办公室索取或者是发email 那奉献呢也可以在周一或者是周三到周六的九点到五点办公时间呢 来交到办公室那请注明你的英文姓名或奉献号码 以便日后呢何时发这个税务捐款单据 好感谢主 让我们为我们的奉献来进行祷告 我们祷告 亲爱的恩主 我们为我们的奉献献上赞美和感恩 本来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所得的也都是你所赐 如今我们把从你而得的一小部分回馈给你 愿你用于教会的各样事工 从而荣耀你的尊名 主啊 今天在你面前 我们奉献的仅仅是你赐给我们恩典的一小部分 好让我们在你美好的祝福上有份 主啊也求你天天加等给我们力量 赋应我们属天的智慧 好为你的圣功奔跑出力 我们在此乐意献上我们的时间 献上我们的精力 献上我们的财物 乃至于献上我们的生命 求你瑞纳 主啊天国尽了 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 盼望主赐给我们这份警醒的心 使我们定睛在你天国的世上 拿出我们更多的财富和精力来侍奉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下面是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运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主的恩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但愿父上帝的慈爱 但愿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家人 每一位出入平安 健康 有主的爱 主的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就到这边结束 下周还是10点15分 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主 现在请各位用一段的时间末导 以后我们就可以平安的散会